它没有办法让你很方便去抓取 所以会造成你想要看得到的资料 你会抓不下来 所以有些query table是抓不下来 如果你query table抓不下来的话 恐怕你就要换别的方法 当然抓网络的资料方法很多 当然目前比较红的 可能是用Python 因为蛮多地方好像有开Python的网络 爬虫的课 不过我觉得其实Python也可以抓 但是VPA能不能抓 其实VPA也有类似的功用 其实也都可以抓 你说哪一个比较强 我觉得 也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强 因为它没有类似的工具 只是说你如果用Python的话 你要打很多程式 第一个VPA你第一个录制聚集 有没有它没有 你看完全不用写程式 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写的这一段程式 光这个就已经 我是觉得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基本上已经简单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录制聚集 第二个就是程式部分也简洁 还有除错的工具也简洁 那如果你用Python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要安装 Request的模组 第二个你可能要再安装 什么Beautiful Suits 4的模组 第三个你可能要安装 其他有无关的模组 然后你要去 其实它有点比较像 你开车的话 这个比较像自排 自动帮你排好 那个就很像手排 为什么你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 你说有没有优缺点 其实我觉得两者是互相辅助的 没有说哪一个是比较强 哪一个比较弱 没有 我觉得在VBA里面的好处 是什么都好 你是不是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 那边是什么都还没好 所以你要学Python之前 你可能要心理准备 你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来 而且你要记很多 记得比这个还要更多 不过相对的 挑战性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也许如果你想学习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这边的概念先熟悉 再跳到那边 你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 如果这边概念都不清楚 你要跳那边 你可能会觉得 完蛋了 不知道在讲什么 第二个你又要网路爬虫 你可能要学会 至少三个东西 应该至少四个东西 HTML你一定要熟 第二个CSS你要熟 第三个JavaScript你可能要熟 光这些 因为为什么人家抓网页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后面的东西F12 F12里面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我刚刚讲的那三个东西 里面就是这三个为主 如果那三个你都不知道的话 很抱歉 你光要找什么东西 你都会有问题了 你更不要说你要找到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你熟这些三个东西的话 我想你在学网路爬虫的话 会比别人简单许多 那今天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 如果有些网站不能抓怎么办 我建议VBA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可以跟Python 可能互相媲美的 就是叫什么 这个叫IE的版本 所谓的IE版 它就直接把IE浏览器 迁入到Excel里面 也就是说 我就直接把IE浏览器执行起来 反正你浏览器能做的事情 能看到的资料 看得到吗 我就抓得下来 所以你浏览器看得到的东西 一定都抓下来没问题 只是说 你要如何去使用VBA 去控制IE 把IE变成一个物件 拿来使用 所以后面的话 也许我们大概就把这边再 换个版本 就是第二个 也就是说 不是用录制聚集 而是用IE物件 来控制 取得我们要的资料 不过这里可能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因为我们会需要 抓那个浏览器里面的 所谓的标签 标签里面最重要的是 标签 标签底下还有列 是TR TR底下还有储存格是TD 那这些标签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待会再来看 后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也许还是先把那个 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大乐透的范例打开 然后再接着来看好了 如果你没有那个范例也没关系 你先到云端白板里面 看一下这个 也是大乐透那个范例吧 那当然你如果可以 你就把那个录制聚集再稍微改一下 我们基本上就是 录制聚集修改 产生两个变数 其实网路上的所有资料都给划下来了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来看那个 如何用IE物件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不过可惜是 网路上这部分的分享 其实真的是太少了 我看来看去好像 有一本专门的著作 但是日本人写的 可是台湾这边没有翻译 有日本人他们 蛮厉害的 会善用这种IE物件 然后把这IE物件用到非常彻底 意思就是用VBA去控制IE浏览器 如果你IE软件都给控制的话 反正你就给它一个网址 然后让它去抓 抓下来之后 你再把它抓下来的东西 解析到这个ESale里面 不就OK了吗 而且我觉得 ESaleVBA还有个强项 因为它本身就有ESale ESale基本上就可以拿来储存资料了 其实也就是可以把它拿来当资料库用 OK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额外一个资料库 这一点如果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那Python又 你可能你要储存资料 你又要学会一个什么 可能SEQL类资料库 不然的话你存在哪里 那ESaleVBA好处是不用 你就先放在ESale就好了 但如果你要放在其他资料库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你在用ADO 你可以再把它丢到MySQL里面 把它再跟其他的 看看 是不是 我们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 先给你 没什么 遇见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